巴黎奥运,最美教练陈若霖助传红蝉克服发育挑战在巴黎奥运会上,最美教练陈若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帮助传红蝉克服了发育上的挑战。 传红蝉是一位有潜力的运动员,但他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身体发育方面的困难。 陈若霖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教练,他细心观察了传红蝉的身体发育情况,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训练计划。 他了解到传红蝉在技术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身体发育的影响,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陈若霖通过调整传红蝉的训练量和强度,确保他在发育期间得到足够的休息和营养,以促进身体的健康发展。 此外,陈若霖还给予传红蝉充足的支持和鼓励,鼓舞他在面对挑战时保持积极的态度。 最终,在陈若霖的细心指导下,传红蝉成功地克服了发育上的困难,并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这证明了陈若霖作为教练的专业能力和他对运动员个人情报的深入理解。 陈若霖的成功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训,运动员的发育过程需要得到适当的关注和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他们的全部潜能。 我们应该珍惜和尊重教练在运动员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传红蝉在东京奥运一名经人,近三年在国际赛仍然保持顶尖成绩,教练陈若霖功不可没。 陈若霖可说是上一代的高台跳水王者,历来赢过五年奥运金牌,包括在2008及2012年两届奥运于女子个人十米台扎金。 他退役后做过跳水裁判,东京奥运后担任传红蝉的教练,帮助传红蝉面对青春期发育及一举成名后的处境。 现年31岁的陈若霖女大十八变,如今被内地传媒称为最美教练。 三年前,传红蝉还像一个小妹妹,如今已是一位17岁亭亭欲立的少女。 我也年轻过,但是我怎么回不到年轻的感觉了? 传红蝉说,我有时候因为体重,然后重了,整个下午,有时候就心情不好吧? 就想跳动作的时候,会不会过不来,会不会崖马。 有时候也想,今天练不好会怎样? 为了好好照顾在东京奥运一举成名的传红蝉, 中国队邀请了退役名将陈若霖入队,担任传红蝉的主管教练。 陈若霖说,当时领队找到我,说传红蝉你带坝, 我说好陈若霖小时候父母离仪,租父母抛弃, 由外婆照料,后来获扣父修养。 陈若霖是一位跳水天才,14岁参加跳水世界杯, 15岁就在北京奥运赢得两面金牌。 4年后,陈若霖维持水准,在伦敦奥运避免了10米台个人及双人赛冠军, 到2016年尾约奥运再赢双人金牌后退役。 过运五金得主的陈若霖退役后担任裁判, 直至东京奥运后执教传红蝉。 陈若霖经历过传红蝉正在经历的一切, 亦全都克服过。 他凭自己的经验及技术, 协助传红蝉面对过去三年的变化及难关。 每场传红蝉的比赛, 陈若霖都站在池边, 细心观察徒弟的表现, 第一时间等待他上水, 有时吸他意见, 有时吸他鼓励。 二年三十一岁的陈若霖谈到青春期发育对传红蝉的影响, 就像你身上绑着一副沙袋, 你去跳,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发育是每位跳水运动员要面对的最大难关, 体重上升会影响动作发挥。 故此, 陈若霖严严格控制传红蝉的饮食, 确保他有足够营养同时避免颜外的摄取。 陈若霖以前也试过突然暴肥, 他说, 平时练得很累, 你总会想吃, 但你稍微吃一点就会长半。 同时, 陈若霖安排了不同的体能及力量训练。 传红蝉也很自律, 例如训练课由下午一时半至晚上八时, 但他常常中五十二时就会到健身室早一步加速。 传红蝉说, 教练很严格, 但他是为我好。 陈若霖与传红蝉相差十四岁, 有时像师徒, 有时像姐妹, 有时像母女, 也有时像朋友, 关系融合。 在杭州亚运, 有粉丝送了一个乌龟背囊级传红蝉, 传红蝉第一时间想起教练, 问得粉丝同意后, 将背囊送给了陈若霖。 帮助运动员登上巅峰难, 帮助运动员持续留在巅峰上更难。 传红蝉出道绩巅峰, 过去三年虽略有起伏, 但大战没有下滑, 与另一位中国选手陈若席壟断了十米台的金牌。 与陈若席的竞争中, 传红蝉有赢有输, 陈若霖说, 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变化, 他从什么都不是, 到一下子拿到了奥运冠军, 所有的关注度, 所有的人都在夸他, 把他捧到这个位置上, 他会觉得自己无敌了。 我经历过这一个时期, 走了很多弯路, 所以我就想让他小走一声。 感谢你的观看, 我希望你觉得这个影片内容丰富有趣。 如果你喜欢所看到的内容, 请无必订阅我的频道, 以随时了解我的所有最新内容。 我有各种播放列表, 涵盖广泛的主题, 因此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的内容。 透过订阅, 你将第一个知道新影片何时发布。 如果你希望我在以后的影片中介绍任何问题或主题, 请随时在下面答表评论。 你的回归有助于我创建适合你的兴趣和需求的内容。 我喜欢听取观众的意见并重视你的意见。